小孩子的小棉袄 有哪些特征 小孩子對媽媽貼心 我想不是只有金錢方面 最重要是指心意心態 對她的日常生活 食衣住行 她也是實際的行動 不是只有嘴巴講講 實際行動去表達我的貼心 好 那麼這個我把它分成兩種 第一種是前世和母親的因果 前世和母親的因果 就是小孩子跟前世的因果 但這是很玄的說法 前世說不定他們還是一樣是母子 或者倒過來是子母 但因為很安愛恩 現在是來報恩的 我們就講說有來報恩的 有來報仇的 這女兒有前世是 是丫鬟的 有前世是小姐的 他們前世英果 但我想這是玄的我們以科學解釋 的角度來講也對 以科學解釋的角度來講 就是說你在媽媽的肚子 你可以跟媽媽之間的血緣關係 得到好的遺傳 得到好的個性 所以這一世呢 你當然對媽媽非常的孝順 因為在媽媽就是跟媽媽 牽涉到這些關係 所以我想寧可用科學的說法 你說真是前世 其實就是胎兒受胎的時候 好 那我把它分成兩個特色 第一個特色 就是跟前世母親的因果 所以你對媽媽非常貼心 是因為你的額頭高 我們講額頭代表早年 代表你跟母親之間的關係 然後呢 父母功完美 額頭高 父母功完美 父母功在哪裡 就是額頭比較靠近 中間這個地方 不能說整個要凸起來 像怪物 就是略略的不要陷下去 不要很多的周文破壞 不要深層暗色 這就是父母功的完美 像這樣子比較 當然我講 詩家這應該是完全有 詩家有 布蘭妮也是有 那就表示布蘭妮跟她的母親之間 也是一樣 因為我們的額頭 剛剛講過代表早年 也代表小時候非常愉快 得到父母親很好的照顧 自然而然你會去報答她 這是看額頭 其次還有看一個地方 在眼睛跟眉毛之間 眼睛眉毛之間 我們稱為叫做田宰公 那田宰公要開朗明鏡 就這地方不要擠在一起 皺在一起 或者很多的雜毛 巴巴狠狠 那麼這個田宰公 我們的說法是 不一定是指你的田宰 你自己賺田宰 是指父母親給你的田宰 父母親給你好田宰 你的田宰公長得好 你真的可以得到好的田宰 那為什麼可以得到父母親好田宰 當然也還是一樣 父母親的遺傳 父母親給你好的教育 好的教養 當然也好的祖產都算 那你對媽媽呢 是非常的貼心 好這一項呢 我把它论成是前世的 那下面這項是 這一次你自己的修行 這一次就是說 你從小看到父母親的辛苦 父母親這樣勞心勞力的照顧你 他的教育教養 當然你自己發自內心 覺得我應該要對媽媽好 對媽媽貼心 好這個也是我把它分成兩項來講 第一項呢 叫做小水星 這裡叫小水星 就是人中跟嘴巴之間 叫水水星 所以我這邊第一項 人中生 人中要生 第二小水星 就是這一代 小水星要分明 好這種長相是什麼特色呢 這長相特色就是說 他做事情都會考慮到別人家 他從小 他自己都一直 他雖然是小孩子 他就會看到爸爸媽媽媽 哇那麼辛苦 爸爸媽媽媽對我做了什麼 他會想到 因為他會考慮到人家會想到媽媽呢 他現在已經年紀大了 是 他的健康 他自己各種生活 他或者他哪方面都不方便 他完全都能夠想得到 自然而然他發自內心的來去照顧媽媽 這個是從人中跟小水星來看 剩下去用耳朵也可以看 耳朵厚有輪有闊 輪就是外面這個 闊就是裡面的 有輪有闊就是 做事情 他考慮到對方 也考慮到自己 他不會自私 不會叛逆 我們最怕小孩子這種闊太強的 我們叫凡耳 凡耳就是考慮自己 他通常那種不會孝順母親的 一定要有輪有闊 有闊 這才比如說 考慮人家 考慮自己 那就對人家 對自己 然後甚至會考慮到整個家人的相處 所以他對母親就非常的孝順 非常的貼心 那在我們人像學裡面呢 額頭也是看小時候 耳朵也是看小時候 都是以他的原因來的 是是是 好 那這幾項給觀眾朋友做參考囉